我们的边防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家如果有关注到的话 昨天领口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不对 居然是有人差一点偷渡成功 只差10公尺就要上岸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当时小艇就直接冲到了领口 现在就怀疑说 你到底怎么有办法去飘这个240海里 不太合理 总之这名陆籍的31岁男子 他说自己是因为向往自由 所以才偷渡来台 那目前呢因为是涉犯了入出国移民法 协议非常的重大 有逃亡勾创面证之余 所以遭到了收押境界 那现在呢调查人员就说了 很怀疑哦 他是不是其实有人接应呢 这感觉好像有些太过顺利了是不是 再来呢也怀疑说 恐怕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专家就认为了 包含的是军方还有海巡署呢 必须要拴紧螺丝之外 不要再掉链子了啦 对于这样子呢 你看之前才淡水河口 现在又来一个林口 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了 防不胜防的不对称渗透案件呢 要特别的去思考新的应处方法 因为看起来呢 你前一次 如果说是没遇过 那怎么还会有第二次的发生呢 要来好好的探讨探讨了 我们就来看到了 他这样子清晨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架着橡皮艇 就出现在了新北市林口汕头附近 这个近沿岸大概是10公尺的位置 刚刚提到了嘛 差一点就要上岸了 好这个位置呢 其实他就是紧接着 这个是台61线的 附近呢是没有一些住家啦 位置也比较偏僻 所以他如果在这个地方上来 因为只差10公尺嘛 万一他真的上来的话 其实可能周边真的比较没有人会发现他 尤其是一般民众 但附近还是有 像是你看到了停车场 停了很多辆的车 还有附近呢 是有一间咖啡厅的 清晨这样的时间点 人特别特别的稀少 你即便有咖啡厅 可能还没营业 然后呢停车场也都还没有人 如果他真的是成功上岸的话 其实马上哦 要嘛就是有车子接应他 现在调查人员就怀疑的嘛 或者是说呢 他就找一辆车搭车 迅速离开 可能就不会被发现 好在呢当时是有调课 及时的发现 并且报警来协助处理 那他呢 其实这名王姓男子 他致电了119求助的 这个对话内容曝光了 新北市消防局就说了 王姓男子当时劈头就问说 是台湾吗 随后就说呢 自己从大陆偷渡过来 当场是让执勤员非常惊讶的 反问说偷渡 追问说你是游泳过来的吗 这名王姓男子就说 我是搭着 像这个批乏艇啊 所以才说了 是不是用飘的 240海里 然后呢 他就说自己的手机 快要没电了 过程当中 这名王姓男子 似乎是要利用手机 去寻找地图的经纬度 回报自己的坐标 因为他不认识嘛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嘛 所以呢 他有一点讲不清楚 自己的位置 那当下呢 因为通讯不好 知情人员呢 还问说 是否用iPhone的手机 可以方便定位 不过呢 他就说他自己用的是 三星手机 那随后呢 这名王姓男子 他就描述说 自己在公路旁 就大家刚刚看到 那个台六一旁边嘛 他说有看到一个港 还有超大的铁架 当下 执行人员 非常的专业 就直接判断说 嗯 那应该就是在 巴黎台北 香港旁边了 而铁架是什么 其实是海上风机 基座 那么就马上呢 通报了消防分队 还有警方 以及海巡人员 前驻来前往到现场 所以这整件事情呢 到现在都会让人觉得 哎 处理起来 好像挺顺的 该押就押 但是呢 确实是让人挺匪夷所思的 到底怎么会 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他人现在也被送到了 新北地检署 那过程当中呢 他是有碰到媒体的 他大喊说呢 希望可以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台湾 是偷渡吗 台湾 欠了多少钱 我大概率要被遣返回 中国的单线 我希望能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大 台湾干嘛 我希望能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你不要说啊 你不要说啊 你先不要说 我有言论自由啊 为什么不让我说呢 你为什么我要讲说 新北地院的法官 就认为说王姓男子设犯 未经许可入境犯罪嫌疑相当重大 而且呢是有逃亡串政之余 所以是裁定积压境界 这整件事情啊 你看又是发生在假期 然后这个地点呢 又哇 就这样子能够这样子飘进来吗 好现在呢 管闭林上一次大家也是呢 一直在想要问他 想要他给出一个说法嘛 好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人为疏失 凸显的是国家海防需要大幅提升 错都不是自己的错 错也不是自己底下人错 没有人为疏失啊 所以呢是什么制度的问题吗 还是说呢 我们有什么相关的SOP 应该好好检讨呢 海巡署怎么说 他说没有红外线热险上移 就侦测不到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进来 目前正在建制红外线热险上移 这些的设备来充实无人机 以及建造新式舰艇等等的计划 所以呢未来有机会来大幅提升 征搜的能量 坏句话说啦 也就是说现在根本没有达到 应有的征搜能量是吗 好我们来看到专家怎么认为 就说啦 栗正杰将军就说了 这个呢 这个小镜长就说了 小镜长就说了 反正呢没有发现目标 官署就怪啊 没有红外线热险下 以人员数量不足 雷达都已经到年限了 所以呢设备也有问题 这个还包含了就是呢 不从组的安排 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了 新函兵怎么说 他说啊 宁波华向匹艇到领口 哎240海里耶 你相信吗 怎么看都像是什么 已经靠近台湾的时候 有人把他放下来 也就是说他不是从头到尾 就这么飘进来的 而是呢 快到的时候呢 才做了一个相关的安排 也就是说呢 这整件事情啊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海巡真的千万不可以大意 老实讲啦 三个月前那个潜舰舰长 在鱼岩码头登陆 现在这个在领口 这边登陆 老实说我个人认为 这很像是 踩盘子啊 就是来试试看你的底线 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的反应速度 你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啊 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也是 他自己打119 我们才知道 他不打的话 根本没人知道 因为他求救嘛 对啊 因为他 他没水喝很渴 因为他脱水了 所以打电话 跟我们求救了 所以我都怀疑 搞不好以前已经好几个 就这样上岸了 我们都不知道 这非常有可能啊 我根本不相信 他是从宁波来的 哎 台湾海峡叫什么 叫黑水沟耶 嗯 以前你就算是 坐那种大帆船 过来都要死很多人的 你随便一个橡皮艇 就这样过来 你会不会太夸张 而且他 连动力都没有 对啊 自己滑 哎 我第一次听说 有人靠手滑 可以滑过洋流了 我第一次听说 有这么强的人 像是游泳过来 对啊 涌肚这样 我跟你讲 洋流有多可怕 你知道 那是黑潮 对啊 第一 就是一秒钟一公尺 是啊 还是黑潮 所以你 你只 拜托你没有动力的船 可以抵抗洋流 我才不相信有这种事 雅丁我跟你讲 华航空难 在澎湖空难的时候 我是救灾指挥官 那时候我们已经 因为怕家属难过嘛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飞机的船 还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捞不上来 为什么捞不上来 就是洋流太强 我们自己本身来讲 我们海军 不只光海军 就是我们整个海洋的实力 没有能力把那条船 那架飞机捞上来 所以遗体都没办法处理 遗体都在这个座场里面 所以我们不敢跟家属讲 都已经看到飞机了 知道在那个地方 后来是由新加坡 调来一艘 一艘吊船过来 才有能力把那架飞机 捞上来 你想想看那是在澎湖 我们举国之力 都没有一条船 能够抵抗住 那个洋流把飞机遗骸 捞上来 所以你知道洋流 就像是 就是兵哥讲的 那个潮流 你眼睛是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但是如果说你放的东西 在上面飘 你就知道那力量有多大 速度快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是不相信 说这样子可以飘过来 这个橡皮艇 我觉得它怎么看都是像是 已经靠近台湾的时候 人家从船上把它放下来 对 这才比较有可能 橡皮艇人滑 然后这样滑过来 你真的是太小看黑水沟了 你把我们黑水沟当什么 那我觉得更严重一件事情 如果说这个属于 两栖作战的前 前期的先遣作战 这两栖作战不是一开始就是 这登陆艇在那边冲 不是 一定是有这个先遣作战 什么叫先遣作战 就像是我们 呃台湾的海龙蛙兵一样 一开始一定先有海龙蛙兵 或者是呃 先起部队 到游泳上岸之后 就那就用什么上 就是用橡皮艇用滑的嘛 我想说大家这个没有知识 也可以看电视 你看电视上面我们经常 我们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或者是两栖蛙人 经常扛一个橡皮艇 在沙山上面跑来跑去 他是用就是一开始 用这种方式上岸 上岸去干什么 他他不是去那里淡水老街去 去买这个阿吉 他是干嘛 上岸又第一个就先把你这个海军署 部署在海岸监视上的雷达 全部把你干掉 干掉以后他后面大船进来 你雷达看不到 所以这要先遣作战 那如果说是同样都是这种橡皮艇 那如果说敌人这时候来探测 我们这个虚实 到底有多少能力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用一个橡皮艇 一个班的人上来 就可以把我们一个晚上 几乎都把我们这个 沿海的所有海巡的 暗计雷达的官兵干掉 这个刺杀 谋杀 然后完了以后 掩护他后续的大批的两栖登陆舰 或者是登陆小警冲上岸来 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完全没有防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小看 尤其是上次这个在淡水 跟这次林口 都是属于红色海滩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也许是因为你必须可以 伤参静下的 属性 我们是为你